早安,姐妹们,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椰卷 我用的是椰子油,如果没有椰子油,用植物油代替也是可以的 用微波炉加热10秒融化 25克椰子油加115克椰浆 先让水油融合,再筛入60克低筋面粉15克奶粉 搅拌至无颗粒 提前冷藏好的5个蛋清,加点柠檬汁 分次放入65克糖,打发 我用厨师机来打发的,胆位可以随心调节 打发至大腕勾 做瑞士姐的蛋糕,不要打发的太硬 搅拌的时候也不宜翻拌时间太长,不要超过25下 放入28x28的方形盘中 用刮板刮平 提前10分钟预热烤箱,150度烤30分钟 如果你的烤箱像我这样温度过高,记得盖锡纸 揭开的时候注意不要破坏表面 我这个就只能用另外一面了 晾至常温之后就可以翻面了 抹上打发好的奶油 再注意这根擀面杖,给它卷起来 用一个薯片罐来定型,是我的小妙招 放冰箱冷藏2小时 收拾一下做完早餐的厨房 我发现把厨具换成高颜值的 收拾起来的时候也感觉特别开心 大概没好的事情总是想让它保持长久吧 定期清洁一下调料瓶上面的油污 用汽油湿巾擦干净就可以 这个调料盒特别好用,能放一整袋盐 家庭主妇就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 用了7年的衣柜门把手坏了 给它换一个新的 还是买的原奶的款式 拧掉螺丝装上就可以了 换上新的还能用好多年 家也需要维护和爱护 转眼我们在这个家已经生活了7个春夏秋冬 不得不感叹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现在的生活节奏是我喜欢的 可以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被打扰 定好型的蛋糕卷 抹上点薄薄的奶油 撒上椰蓉 切成块 肯德基同款深椰卷 一次可以做这么多 太划算了 午餐我习惯冲一杯咖啡 这个咖啡机自带研磨 我一般调到三档 轻轻一按就能自动抹粉了 抹出来的粉也很细腻 这个部分锤我特别喜欢 很有分量 闻着咖啡的香气 仿佛置身于星巴克 用做深椰卷剩下的椰浆 做了一杯深椰拉铁 幻想一下自己在午后的海边 吹着微风 喝着冰咖 享受初夏的阳光 放空一下午 开始回归主妇本质了 鸡翅我会提前腌制好 这样烤的时候 只用拿出来解冻就可以了 今天给孩子带饭 快速地炒两个家常菜 番茄炒鸡蛋是我女儿最爱吃的 拌饭特别香 没有哪个孩子不爱吧 不粘锅只需要擦擦就干净了 再来炒一个蒜蓉铜蒿 特别喜欢我家这个 充满烟火器的厨房 鸡翅180度烤15分钟之后翻面 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 给孩子带两个生烟卷 当饭后甜品 这个时候米饭也煮好了 打包装盒 今天没有做汤 给孩子做一个冰冰凉凉的气泡水吧 只需要按压一下 就可以得到满满一罐气泡水 把西瓜气泡水放入榨汁杯 榨成西瓜汁 在加点之前做的西瓜气泡水冰球 健康夏日饮品就做好了 剩下气泡水可以放冰箱冷藏起来随时喝 既享受白天一个人的独处时间 也很珍惜与孩子的亲子时光 希望平淡生活也能浪漫常住